男人飘在海上 丝毫没有察觉到 自己的伤口正在渗血 突然 海面露出一道害人的背棋 正迅速向他靠近 男人和妻子吓得要死 急忙爬上木板躲避 可他因为腿伤严重 却怎么都爬不上去 下一秒 看到是可爱的海豚 两人长舒了一口气 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看着海豚们在水中游动嬉戏 已经漂流了三天的夫妇俩 仿佛也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可就在他们打算睡一会儿 等待路过船只救援时 女人在下子惊慌失措 不停用手滑水 试图躲避温暖 不要事实 一个硕大的鲨鱼头 从海里窜出 差点把她的手咬成两截 女人惊恐万分 立刻掰掉一颗木板 时刻警惕着 可能到来的袭击 不料鲨鱼却把目标 换成了帐篷 一下就把她拉进海里 不见踪迹 看到这一幕 女人气愤至极 怒吼一声 迎接着跳进海里 决定与鲨鱼输死一搏 她奋力游到鲨鱼身边 不停挥舞手中的木板 然而鲨鱼太过灵活 女人每一次挥舞 都打在空处 而海水却迅速被鲜血染空 她一时到耽搁下去 丈夫会有生病危险 于是女人一边防备 鲨鱼的袭击 一边乘木板游去 希望借助木板的福利 帮助自己摆击 而当她费尽力气爬上去 却发现鲨鱼和丈夫 消失得无影无踪 女人绝望地看着空荡荡的海面 内心无比刺刺 刹时间浓郁的鲜血在海中散开 忍受不了疼痛的鲨鱼落荒而逃 女人想拉起丈夫 但丈夫的双腿已经失去知觉 无法动弹 她只能用木板做船脚 不停地滑动 希望尽快离开这里 滑着滑着 女人逐渐体力不支 视线变得模糊 手上的动作也越来越慢 在艰难前行一段距离后 她再也忍不住困意沉沉睡去 两人就这样在海面上 漂流了整整一天 突然木板停止前进 女人感觉到异常 从睡目中苏醒 惊喜地发现 木板竟然把他们带到了墓地 她立刻拍打丈夫 想分享这个喜悦 可她却迟迟没有反应 直到这时 女人才发现 丈夫的双腿 早已被鲨鱼啃时的干干净净 所以白天不是爬不上木板 而是不想让自己担心 想到这儿 泪水瞬间涌出眼眶 她不断拍打丈夫 想把她唤醒 然而丈夫却早已因失血过多而亡 女人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拼命地把丈夫拖上岸 然后不停摇晃她的身体 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她紧紧抱着丈夫 陷入了无尽的悲伤 第二天一走 女人从昏睡中醒来 她环顾四周 发现周围大雾弥漫 丈夫的身体竟离奇消失 女人急忙拖动疲惫的身体 前去寻找 但四周除了沙子 就是无边无际的海洋 这下女人彻底绝望了 她像行尸走肉一样 在沙滩上毫无目的地前行 默默等待死亡的降临 然而就在这时 弥漫的大雾却突然消散 一块巨石出现在女人面前 她似乎想到什么 重新燃起希望 立刻顺着巨石不断往上爬 身体上的疲惫 让女人每往上一步 都无比艰难 但她却没有放弃 当爬到最高点的那一刻 女人发现不远处的海面上 竟飘荡着一艘小小的渔船 她终于得救了